朋友们 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现在已经种了 两个棚的田瓜了 昨天刚定制的苗子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 刚定制的田瓜的苗子 那么对咱们种植户来讲 田瓜 每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虫肠的危害 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很简单很简单 这三到四年以来 我们其实已经采用了一种袋子装的栽培的方式 我们采用的这个袋装 大家可以看这个袋子 我们就是装完这个机制以后 那么这个袋子这个长度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将近35公分的一个长度 那么这个宽度将近达到了30公分 那么这个高度是20公分 这样子呢就是比较适合绝大部分 咱们这个作物 这个这样的一个种植 那么昨天栽的这个苗子 大家可以看看 就这个根系就已经发出来了 可以说这个缓苗是特别特别快的 如果说我们是土壤正常栽培的话呢 基本上缓苗大概得需要一周的时间 通过这个机制啊 袋装栽培 那么这个缓苗呢 只需要就是两到三天的时间 这个袋子这个材料呢 采用的是一个巨烯的一个材料 那么使用的一个年限呢 最前面可以使用到两年半到三年那个时间啊 这个袋子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比较脏了啊 这个袋子是我们在年前 就是已经用了一次了 上一茬我们种植的是番茄 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袋子还是很结实啊 外面这个是一个白色的 而里面呢它是一个黑色的啊 外面是白色啊 这个有利于隔热 而里面这个黑色呢 又有利于保温 那么这样去栽植这个田瓜以后啊 就是说既达到了一个 防止这个苗栖的一部分这个禁忌腐啊 包括一些死棉烂科的一个情况啊 同时呢 又由于这个定水定肥 它是一个定量的一个无土化栽培 所以说它这个口感呢 又能够达到一个保障